大家好,我是户外胖子,我又来了 今天就把这个盒子给它打开吧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我感觉我最近好像没买什么东西了 这个好像从蒙古寄过来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蒙古,内蒙古 我有论是内蒙古的全有吗 好像没有论是 就一个老给我寄斩货的老盆 是内蒙古的 这个一堆斩货我也卖不掉啊 这个东西,我也没法卖 都扔在我那堆里面了 什么时候找个店面扔过去 不知道是啥 看一下 我今天下半会想带有些什么东西 准备门口的速度来看 不知道是啥 有个纸条在里面 看一下,是让我送平的吗 送平的话我好尴尬啊 我今天上午刚送走一批 早知道等这个快递来了再走了 有的时候还是跟我说一下比较好 因为有的时候 哎呀,我要是之前送了 有很多就不大好弄了 这个老哥留了电话的啊 也留了电话的 哎呀,真的好坑啊 你今天到,你跟我说一下 我今天上午就不寄快递了 我可以等到晚上寄嘛 反正也是后天就到了 你现在寄过来 我要给你拖两个礼拜再送 中国吧,又有点不好意思 这钱币应该还是开门的啊 这天青也是开门的 钱筒 聊钱啊 难得碰到一个喜欢聊钱的哥们啊 这钱应该都没啥问题 至少在我眼里 没看出有什么问题啊 没看出有啥问题 应该是没问题啊 跟我看到那些聊钱的状态 还是非常接近的 嗯 还是比较不错的 把电话打一下 让人看到 啊,这是他的名字啊 今天老哥寄过来的 这些东西啊 这是个大安元宝 两个啊 大安元宝我好像还没有 他是一个长安 这个是长安啊 这个是长安吧 这个要贵一点啊 这个要贵一点 品价还是蛮不错的 他这一批聊钱的品价真的是不错的 嗯 品价还是不错的 但是他这个疑犯的感觉 还有很多底章的感觉 这个都是真的聊天的 是很难模仿的啊 聊钱的这种底章和 这个东西是很难模仿的 其实聊钱为什么仿住的很少呢 就是 就是说他的这个首先 第一个是他这个钱啊 不是 那么常见啊 第二个呢 就是说 他这个钱呢 就是说这几年没怎么涨价啊 这个现在他的价格可能比90年代 还要就是说便宜一点 嗯以前可能卖一两千一个 现在可能就卖三四百 像这种品项的聊钱 像这个天庆的话啊 差不多能到1000左右啊 800到1000 收的话可能收个600700可以收 像这个仲西这个品项的话 也能收到五六百 这个长安的话可能在800左右 这个的话应该四五百 收收的话啊 三四百 这个应该300多 这个应该是800块 这个清零的话 应该是在三四百 这种品项也就三四百 我们卖的话能卖个600左右 收的话也就三四百收 像这个闲庸啊 也应该这个 这个这个的话便宜应该也是在三百左右吧 这钱总在400块钱那样子啊 如果收货的话 那这个价格卖的话就是加个200块钱一个吧 差不多就是这么个状态啊 做生意嘛 肯定要挣钱嘛 就是这样子 这个老哥是要打盒子啊 这个的话其实是没有什么优惠的啊 这个这个打盒子就42块钱一个 打盒多的话啊 都是超过批量价格的 只是说这个钱还是挺那个的啊 啊 钱并收到了东西很不错 应该是很开门的啊 谢谢这位老哥的支持啊 我是户票胖子 拜拜